今天有哪些国际新闻重点 美日二加二会谈剑指中共将签研发协议对抗新防御威胁 富比市街中共染疫死亡数据造假指数据被低估170倍 美国司法部指出孟山都前华裔雇员承认密谋窃取商业机密 最终可判15年刑期 法国世界报表示 中共利用立陶宛向欧盟挥动经济胁迫之鉴 新闻开始先来带您关心 桃圆机场群居案扩大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昨天深夜证实 在新增4人确诊 分别是一名机场保全 两名歌友会人员 以及歌友会人员的同住家园 总据桃机确诊案例已经达到12人 桃圆市长郑文灿表示 接下来一直到15号都是入境高峰 这样才刚开始 从现在开始到1月15号 是这个入境的高峰期 那么Omicron的病例是不断增加 不断升温 每一天都是压力测试 没有一天可以松懈 现在这个入境的案例 这个不断增加 这个账才刚开始 桃圆机场群居院新增4人确诊 分别是一名机场女性保全 与一男一女的金赏歌友会人员 还有一名歌友会人员的同住姐妹 其中女性歌友会人员的CT值最低为18.6 同住姐妹CT值在4人中最高为38.1 4人有承诺不同的症状 男性歌友会人员的职业是继承车司机 卫生局已经掌握乘客名单 而机场公司保全总共391人 紧急被召回裁剪 至于针对超过800人的金赏歌友会员 郑文灿说同住家人也都要裁剪完毕 昨天新增的三个本土的病例 那么其中两个是这个金赏歌友会的会员 那么他们是几乎每天都到金赏歌友会 所以跟确诊的清洁工 多日的足迹都有重叠 也都有这个近距离接触的风险 那另外一位是他同住的家人 那研判是他感染了以后再感染给家人 所以这个金赏歌友会的部分 那么扩大裁剪是必要的 那今天还没有裁剪完的 那全部都要裁剪 那虽然他是一个松散的会员组织 但是因为有名册 有群组依然可以联络得到 所以今天还会在裁剪 那包括同住的家人 那也要通知来裁剪 前进指挥所指挥官王毕善先前表示 6号行李转盆旁的厕所 以及P3停车场厕所 是可疑的源头处所 确诊者同住黑同的学校预防性停课一天 桃园卫生局礼拜五 持续在龙刚大操场贴幕 北区客家会馆 中立区李明公园 中立区中正公园 以及中正市场跟金桑歌友会等地扩大裁剪 呼吻民众如果有足迹重叠 应该尽速筛减 新唐人亚太电视 胡柱霞张延杰 台湾桃园采访报道 桃园机场疫情确诊案扩大到12人 疫情被社区安全造成威胁 指挥中心昨天下令了 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 跟桃园市的应变医院 要在三天之内恢复开设极星一般病床总数的20% 作为专责病房 而今天行政院长苏贞昌 上午是再度召开防疫会议 另外指挥中心今天下午两点的例行记者会上 也将会有三大重点向国人报告 呼吁国人同胞 一定要遵守防疫规范 一定要严守各种要求 并且做到 希望能够大家赶快打疫苗 让整个覆盖力再再提高 因为国际疫情严峻 台湾也发生几个本土案例 确实让人紧张 尤其是就要过年 大家有各种欢聚 还需要保持各种警觉 才能让台湾平安 苏贞昌也在Facebook发文呼吁 符合第三剂疫苗资格的民众 尽快施打疫苗 而指挥中心在周四下午召开了 卫福部传染病防治咨询会 预防接种组的专家会议 初步共识将第三剂疫苗 间隔缩短到三个月 以提高保护力 不过适用对象 有待指挥中心决定 另外 因应国内出现Omicron 病疫株本土病例 口服药的采购进度受到瞩目 针对最新的疫情 疫苗政策跟口服药物采购进度 陈时中今天下午两点 将会召开记者会说明 好 根据外媒复笔市近期发布的一篇文章 质疑中共对于疫情数据严重的低暴 并整合了多家外媒数据进行了分析 文章写下了 COVID-19死亡率在疫情中是关键指标 而根据经济学人的数字 中共将死亡率低估了170倍 预估中国疫情死亡人数不是所谓的4000多人 而是170万人 报导更指出了 对中共而言这个数字显然是刻意的 疫情死亡数正在被中共当局粗暴的操纵 好 那么中国西安在中共极端防疫的措施之下 悲剧是不断的发生 1月6号相继爆出两起病人 得不到及时就医而身亡的事件 有西安民众说 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疫情 而是封城造成的人道危机 1月5号西安网友太阳哗哗哗在微博发文称 他的父亲2号中午突发心脚痛 但被多家医院拒收 在旁边的西安所有医院耽误了8个小时后 父亲终于被送进了手术室 但医生说耽误太久 如果两个小时内还可以用绒栓的药物救治 最终父亲在1月3号凌晨去世 网友太阳哗哗哗哗说 事后西安高新院联系他 让他不要在网上发帖子 说影响防疫大局 西安封城后 民众因不能及时就医 而导致的悲剧事件不断发生 1月6号大陆媒体曝光 西安一名39岁男子 此前突发心脏病 又为尚未拿到核酸检测证明 连世被三家医院拒诊 结果导致他在2021年最后一天死去 与此同时 1月5号大陆爆出第二例 孕妇不能及时就医 而导致流产事件 西安网友A由于有情天发微博称 12月29号 他因为多家医院拒绝接诊 导致他最终流产 而夫妻俩把孩子的名字都已经想好了 西安居民赵先生对本台表示 现在最大的最严重的问题 不是疫情 而是封城造成的人道危机 然而西安乱象在中国网络上曝光后 西安市政府5号在微信上发布紧急通知 警告说所有微信群都受到监控 如传播所谓的负面新闻 就会立即封群 外界担心 这将导致当地人求救的声音更难发出 新唐人记者金石综合报道 好 北京冬奥会呢 进入倒数季时 习近平日前视察了冬奥的筹备工作 不过呢 中共侵犯人权的行径 跟疫情的持续外界并不看好中共举办冬奥会 北海呢 也正式通知中共 北海运动员将缺席北京冬奥 北京冬奥会将在2月4号开幕 但目前疫情仍在全球肆虐 特别是传播力更强的奥密克戎 很可能突破中共极端的清零政策 路透社引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 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黄延忠的话说 风险的升高不仅因为大多数中国人 目前还没有接触到病毒 一旦爆发相当容易大规模受到疫情的影响 还因为中国的疫苗被证实 对防疫新的感染不是很有效 而习近平自己也在视察时承认 北京冬奥会的最大考验是防疫 加拿大籍华裔作家盛雪对大纪元表示 北京冬奥会是中共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 不过除了疫情以外 冬奥会还面临两大问题 分别是中共犯下反人类罪 种族灭绝等罪行 没有资格举办奥运 以及奥委会不顾人权议题 竟然让北京第二次举办奥运会 目前针对中共镇压迫害人权的问题 包括五眼联盟国家 以及日本、立陶宛等国家 都相继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 同时外界持续呼吁各国进行全面抵制 避免助纣为虐 而让纳粹举办奥运会的历史重演 新台人记者雨婷纽约报道 好 镜头转回台湾 玉山在今天早上开始下雪了 受到东北季风跟南方云系的影响 昨晚开始各地水气增加 那么气象局表示 玉山在凌晨2点20分下了一段冰线 那么从今天早上9点开始下雪 累积0.5公分的积雪 地面宛如覆盖一层白毯 一片雪白美景 那么预计到周末水气会稍微的减少 另外气象达人彭启明在Facebook表示了 下周二会有另一波强冷空气报道 周三北部可能会降到10度的低温 而中南部则是相对比较晴朗 好 每日二战二会谈关切中共脅迫 跟台海安全将签署新军事协议防御 另外哈萨克民众抗议持续 亲共政权面临危机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阿公教我 用心真诚对待玩物 阿嬷叮咛我 别忘记吃好的食物 团圆之时 暖心暖胃 熬制幸福的礼物 农米欲录 台湾是蓝岛文化的花园地 在这个特殊的天后和水土 孕育出世界独特的牛樟枝 耗风生剂 以全球最先进蛋白质体 及天然物精粹技术 进行多项牛樟枝新药开花 我们不会让罕病边沿化 我们专注提供 研花协助 耗风生机 欢迎回来 美东时间6号下午 也就是台湾 今天早上6点半左右 美国跟日本召开了外长 跟防长的2加2视讯会谈 会中双方关切北韩核无野心 中共在海洋领域的扩张 以及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等问题 并预告了 美日将签署一份新的军事协议 China and Russia continue to violate international norms on land at sea in space in cyberspace Beijing's provocative actions keep raising tens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We're meeting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creased tensions and challenges to the free and stable and secure Indo-Pacific region that we both seek challenges posed by North Korea's nuclear ambitions and by the coercive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we're launching a new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greement that will make it easier for our scientists for our engineers and program managers to collaborate on emerging defense related issues from countering hypersonic threats to advancing space-based capabilities When Japanese and American researchers bring their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to bear We can out-compete and out-innovate anyone So 好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视讯会议上 首先致辞 那么提到了 应对印太地区 复杂挑战时 美日联盟 比以往更关键 更重要 并预告双方将签署 一份新的五年合约 投入更多资源 深化美日军事上的合作 包括了高超音速武器 跟太空领域上的能力 好 再来关注 中亚国家哈萨克的局势 周四哈萨克民众 持续示威抗议 反对独裁暴政 那么当局宣布 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俄罗斯领导的联军 也已经介入 亲中共的独裁政权 正面临严峻挑战 1月6日 俄罗斯领导的军事联盟 约2500人的部队 抵达哈萨克 协助努尔苏丹当局 前一天 哈萨克示威者袭击了该国最大城市 阿拉姆图多索政府大楼 并一度控制了当地机场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 哈萨克内务部称 对拒绝缴械的人格杀勿论 目前 在当局的镇压行动中 已有数十人被击毙 约有2000人在阿拉姆图被拘留 哈萨克这次全国性的反独裁政府示威 已不是第一次 2019年 在统治该国30多年的前总统 共产党领袖纳扎尔巴耶夫 宣布辞职后 哈萨克也爆发持续数月的示威活动 抗议下台后 仍在幕后操纵的纳扎尔巴耶夫 哈萨克现任总统托卡耶夫 普遍被认为是纳扎尔巴耶夫挑选的接班人 今年人们的抗议诉求 已从最初的要求降低燃料价格 扩大到要求直接选举地区领导人等权利上 民众对威权政府统治下的腐败盛行 财富集中到极少数权贵手中 缺乏真民主等现状已相当不满 俄罗斯独立政治飞行人士 浩列慎金认为 现任总统不确定他自己的执法人员的忠诚度 所以不得不请求俄罗斯的军事支援 BBC报道指 一些地方的安全部队倒向了抗议者一边 哈萨克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 拥有世界上一些最大的油田 油产量占世界40%以上 根据该国政府的数据 哈萨克人的平均月薪相当于570美元 但还有很多人的收入远达不到这个数字 新唐人记者李澜综合报道 好再来关心立陶宛 去年9月21号揭露中国小米手机内建具有文字审查的功能 为了确保各自安全 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 也针对国内销售的小米同款手机进行检测 发现手机内7款APP都会锁定特定词汇审查 可能透过阻绝联网或是回传相关浏览行为 危害个资跟隐私 那么这些特定的词汇呢 包括了六四事件 中国国民党 民进党 美国在台协会 自由西藏 台湾独立 以及习近平 胡锦涛 蔡英文 李登辉 PTT八卦版等等 高达2000多笔 对此呢 台湾小米回应称 不会限制回传或是阻隔手机用户的任何个人行为 苹果2020年宣布与英特尔分手 转型发展自家晶片与处理器 希望减少对英特尔的依赖 不过在苹果任职八年的M1晶片首席传出回国英特尔 他表示 我会想念苹果的同事和朋友 但我期待下一趟旅程 再次与出色的团队合作 帮助创建突破性的SOC 2021年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紧缩 近日又因中国西安疫情扩散封城 冲击当地工厂产能 平面媒体报导 市场消息指出 三星因西安快闪记一体工厂产能受限 恐调涨固态硬碟售价 联合国粮农组织6号表示 2021年世界粮食价格大幅攀升28% 冲上10年高点 过年前出口需求量大增 长荣、中原海控等海运业者将从2月1号起调涨运价 亚洲至美国综合费率附加费 去成调涨约一成 航空业者也调涨亚洲运价一到两成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导 好来关心美国神韵艺术团巡回演出的报导 美国北卡鲁莱纳州的第三大城市 迎来了神韵世界艺术团在当地的今年首场演出 从事私募股权投资的华侨姚女士表示 她非常喜爱神韵展现的真正的中华文化历史跟传统 能在美国看到这样的演出 我觉得我非常的欣慰 尤其是在新年马上又到了春节 所以我感觉到了家乡的感觉 姚女士是近年移民美国的华人 在私募股权投资行业任职 她认为神韵全方位的展现了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实际上非常的博大精深 从它的服装、语言、餐饮、很多的思想 这些从这个神韵方面我能够感受到 全方位的这么一个演出 包括她在这个演出中她有两个餐厅的这么一个对抗 到最后的这个合作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中国文化当中 就是我们团结 我们共同努力 就这些奋斗的精神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真的很喜欢这个演出 姚女士希望神韵这样的演出越来越多 让美国人了解真正的中国历史、文化和传统 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更多的这样的演出在美国 然后宣扬我们的中国文化 然后让美国人更多的知道 中国人的历史和文化还有传统究竟是什么 因为很少有美国人能够理解到我们的文化 既然有一千多年甚至是五千多年 他们并不能理解 我觉得这样的演出应该越来越多 在美国我希望能够越来越多的看到这样的演出 新唐人记者银婉、培金、美国北卡罗来纳州 格林斯伯洛市采访报道 中共副总理孙春兰在西安视察疫情期间 传出遭遇当地市民高喊我要吃饭 此前2020年3月 孙春兰在武汉视察疫情期间 也遭遇市民楼上喊话 全都是假的 的尴尬场面 从上个月开始也就是距离北京冬季奥运会几周前 北京在进行一项改路标的工作 就是把上面的英文改为汉语拼音 比如地铁站的站的英文艺名 从station改为汉字拼音站引发热议 不解北京为何放弃英语 不但不会说中文的外国游客看不懂这些拼音 也被质疑是中共去英文化 收紧意识形态运动的一部分 中国大陆一名小粉红 向中共网警举报海外自媒体人 却被罚款6000元人民币 罪名非法翻墙 被举报者讥讽 这些人自命赵佳仁 但在中共眼中 连家奴都不算 根据中共网信办周三发布的规定 规范应用程式 也就是APP提供者 提供能影响公众舆论能力的APP 应接受安全审查 分析人士说 这一新规其实就是在网络信息管控上 又加了一把锁 新唐人亚海电视整理报道 香港政界派对爆出染疫有13名高官 19名议员出席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波尔万优胜游风 使用进口原料制成 已开发上万种产品 游风能够确保机械正常安全的运作 组绝外界污染物并防止漏油 容获ISO品质保证 客制化一条龙服务 谈判制造专业第一 波尔万优胜游风 孙600 欢迎回来来关心港区人大代表 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联络官洪维明 周一举办了一场超过百人的生日派对 又爆出一名出席者确诊 这场派对至少有13名高官出席 而香港特首林真月娥 6号傍晚是召开记者会称十分的失望 要求官员为行为负责 而立法会主席梁军艳事隔一天 今天上午向媒体表示了 确认至少有19名立法会议员出席派对 他也提到议员何俊瑶在出席当晚宴会之后 曾经在两天之后1月5号到深圳 见过了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好那么台湾群聚在扩大面对Omicron 进到台湾本土医师公会全联会副秘书长 罗俊瑄表示了 Omicron四庙国际一段时间了 进到台湾是意料中的事 而提高量是台湾当务之急 国外针对疫情采取应变作为不一 那么中共是对西安祭出极端清零政策 反而更加让西安民众苦不堪言 罗俊瑄医师认为了台湾要找到防疫管理 跟正当生活的平衡点 但我也会希望是民众要有一个喜认是说 我们接下来可能不是追求完全清零 因为清零所代表的意义不大 尤其是在国际的疫情 已经超了240万每日确诊的状况之下 我们大概开始要思考是说 怎么样能够容许有一些国内的感染 而这个感染就像我们说的过去的极大传染病 像流感一样 它造成一些风险可是是大家能够承受 而且对人民的伤亡影响不是很大的 这个是我们要寻求一个新的一个概念跟评价 好再来关心一年一度的葛莱美颁奖典礼 是音乐界最盛大的夜晚 不过今年呢 面对COVID-19确诊病例不断增加 主办方在周三表示 已经推迟了今年的颁奖典礼 国家录音学院于周三宣布 由于洛杉矶的中共病毒病例激增 他们已推迟2022年葛莱美奖颁奖典礼 第64届葛莱美年度颁奖典礼 原定于1月31日 在洛杉矶市中心的crypto.com体育馆举行 这个场地的前身是众所周知的斯台普斯中心 国家录音学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由于Omicron变种病毒传播具有不确定性 使得举办典礼的风险太大 但他们预计将很快宣布典礼日期等相关信息 在官方实施防疫准则和社交距离之下 上一届葛莱美奖顺利在2021年3月14日举行 新唐人加州记者站编译 好 再来关心中广董事长赵绍康 跟台北市议员钟小平上午一同召开了记者会 赵绍康宣告战斗兰正式加入罢免林长佐的行列 他表示当前疫情严峻 民进党却大动员为林长佐造势 因此决定加入罢免 并呼吁公投 曾经投下反莱猪的选民 这次也要出来投票 林长先生说 蔡英文如果不动我也不会动 你这样三番两次跑到晚滑去 你什么意思在疫情这么紧张的时候 你的轻重缓急你总统搞不清楚吗 如果蔡英文说明天晚上沾巨头 蔡英文赖进了 斯正昌都要去站林长佐台 他取消了 讨好去防疫 我也不站台 府院党把整个龙山市要办朝日大会明天晚上 我们明天早上我们也要办朝日大会 再就呼吁 呼吁中正挖号23万5千的公民 一定要来参加我们这个青年公民的朝日 只有人多才罢了掉他 周绍康批评总统蔡英文 频频为林长佐站台 那么周六还要在龙山市封街举办选前职业 罢免进入倒数 正反双方强力动员 下午副总统赖清德也将跟林长佐一同到庙宇参拜 至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会不会也出来站台 朱立伦昨天说了 罢免是由公民团体提出国民党扮演协助角色 不必成为政党对决 好 接着您听到今天1月7号的天气预报 感谢观看 为真相护航 为沉默发声 以上是今天的新唐人雅台电视五件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从小小的万花筒能演化出什么样的大千世界呢 世界